哇 就就近了 哇 文來在這時候利用到中華隊後防線的一個默契失誤 竟然是率先的進球 比賽36分鐘提進的第一球 竟然是整場比賽的唯一一球 世界盃足球賽亞洲區資格賽第一輪 文來選手在門前攻進一球 中華隊一陣錯愕最終輸掉這場比賽 關鍵原因可能就出在球員調度 身高183 高打身材 卻兼具速度的土耳其裔選手朱文樂 19歲就加入土耳其聯賽隊伍 有土耳其火槍兵稱號 為了台灣妻子規劃台灣籍 入選國家代表隊 卻在首場對上文來戰役 看不到她的身影 副座棱板凳 眼睜睜看著台灣書球 陽光笑容迷人電眼 台發混血 現年31歲 有足球貴公子稱號的陳昌元 因為身上的傷還沒好 同樣缺席這場比賽 只靠著26歲 史上最年輕台籍隊長陳柏良 苦成大局 力拼全場 還是難玩退市 賽後傳出不排除是因為背後有人在操盤 接過硬性 最年輕的足協理事長45歲 林正義上任一年多 就因為疑似盜麟骨塔 目前積壓進建中 但仁才進看守所 又被爆出他一次在世界盃會外賽 台灣對問來的第一場賽事 向地下籤賭集團下注1000萬賭中華隊輸球 再利用職權干涉中華隊調度 不讓主力球員下場 最明顯的就是身上沒傷的 猛將朱文樂全場坐冷板凳 陳昌元又因傷未出賽 只靠陳柏良苦稱全局 最後0比1中華隊爆冷落敗 不排除就是林正義在幕後操控 直到資格賽第二場 才靠著竹文樂關鍵制勝球 和陳柏良多次助攻 2比0成功晉級 強調球員上不上場都看教練團調度 但外界質疑原本可以輕取問來 怎麼會硬生生輸掉 差點無法晉級 檢調已經著手調查 要追出千變萬化的足球場 背後是否有黑手介入 記者孫培俊 羅綠雲台北 參謀道